各位同期习惯 同一時間 同一個星期五的晚上 又是這些星期五 先不談這件事情 既然對老公有興趣的話 是不是到今天 有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跟老同事有關的 老同事件 對不對 我昨天快哭出來了 我們從1990年推到現在 18年終於過了 然後 立法院的法制委員會的報告 也引用我1999年的文章 你看 一晃就失禁了 就過去了 今天終於過了 法洞事件法 他們的辦公室也有提版本 這個 將來 最好還是不要打官司 哈哈哈哈 能免就免 越來越有就業國管 也有修法 好 不免出第一次來哲務的時候 舉手一下 很棒 請大家記得 現在是要多帶五個人來 因為我們是老鼠會 哈哈哈 現在獨一來也是多人 來哲務的這個空間 大家也來聊 那現在請同大家的介紹 我現在聽待會兒 建宏老師就會有更多的 更多的可以對話 譬如說 零工經濟 平台經濟 共享經濟 它是不是同樣的東西啊 好像是同樣的東西 譬如說 Uber 好像是所謂的 共享經濟的一環 那這樣我是 老鼠這些人秘書長 我最關心的是 那他老闆是誰 發生意外發生 直哉 他要找誰 對不對 老套事件法 如果發生 將來的零員使用的話 他要找誰訴訟 他是找 Google的 外 海外的那個平台呢 還是說 或者是Google 來包括 我們每天在路上 看到的很多的 那個 Google Eat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Holly Beans 或者是類的 那種 平台經濟 那他跟零工經濟到底 有什麼關係 我們之前辦過好幾場有關 總代科技鋼索中的勞動 譬如說 譬如說 共享經濟 有一個人就去院長說 那有什麼好新奇的 20年前台灣就有白排車了 不是用網路 是用香腸 那說不算共享經濟 那才是共享經濟 為什麼 因為 那是我的車子 共享出來 而不是現在怎麼樣 現在是很多 很多是 很多是 創造了出來 然後 創造了一個商品 出來共享 那個 其實很多的對話就出來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大家 關注的應該是說 那他到底是好還是壞 感覺起來 感覺起來 大家都很斜槓 那是斜槓了以後 那你的勞動保護 他跟傳統的 傳統的 他跟傳統的 勞工的 管制 這個體系 到底 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們 總要去面對 或者是 假設 未來 他的趨勢不可大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 掌聲歡迎 李建宏老師 來跟大家 掌聲歡迎 各位好 我想 我就直接進入這個話題 這個 這個題目是 林工經濟 目標是 面對 彈性就業模式的新挑戰 其實 我今天的報告 大概就是集中在 所謂林工經濟這種 彈性就業 新型態的 以網路平台為主的 這種 彈性就業模式 對勞工 會造成哪些 就業的風險 還有 還有要 恭喜我們台灣 現行 這個 勞動保護 在這個 林工經濟方面的 不足 其實我必須要跟 一開始進入 簡報內容 我要先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林工經濟 這四個字呢 不是等於林工 林工經濟不等於林工 這個是 我覺得一方面是 中文翻譯問題 就我們把GIG Inami 翻成林工經濟 其實 它並不是大家 中文原本 長期來用的那個 林工那兩個字的意思 就我們 講到林工 這兩個字大家想到的 第一件是什麼 打林工 對不對 就那種時間很短的 臨時工 或什麼樣 可是林工經濟 這四個字不是這個意思 等一下我會講它的什麼意思 簡單講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透過網路平台 來去 透過一種網路平台 然後那個 勞務提供者 跟勞務需求者 雙方透過網路平台 進行的一種 看不見對方的 所謂隱形 看不見對方的一個 勞動的這個 勞動力的交換過程 這樣形成了一種新型態的 以網路為平台的就業模式 這個叫林工經濟 那跟林工是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各位 誤解 以為我要講的是 你們想的那個林工 那其實很抱歉 我不是要講那個 好 第二個要釐清的就是 雖然我的副標用 彈性就業模式 但是 第二個要釐清的是 我們現在所了解的 林工經濟這種 新型態 以網路平台的 彈性就業模式 並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 傳統的所謂 非典型就業 所以請注意 我沒有用非典型就業模式 我用彈性就業 我們一般所謂的 非典型就業 非典型工作型態 就是什麼 非典型就相對於正直的 其他的 勞動型態 比如說 part time 臨時工 派遣等等 可是我們 他跟 林工經濟跟 傳統的 非典工作型態 最大的不同 或者說他 比傳統的非典工作型態 會對勞動者再來 更大的 風險的地方在於 就我前面講 他看不見對方 他是看不見的 勞動力交換過程 那非典型 傳統的非典型勞動 不管他太強 他還看得見對方 就勞務需求者跟 勞動提供者 他是看得見對方 這個是看不見的 那因為看不見 所以 對勞動者而言 他會造成 比傳統的非典型勞動 更多的風險 那這個是我關心的 那這是我要理解 第三個我今天報告主題 所以就Focus集中在 零工經濟這種新型態的 彈性機會模式 對勞動者 帶來的各種層面的風險 的問題 換言之我並不去討論 另外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就是 零工經濟對整體 勞動市場的影響 有哪些 那個是更複雜的問題 好 那以下我就進入我的 報告 這個是要 怎麼樣問一下 我只用電腦 那邊電腦可不可以按下一點 我先說明一下 既然我的關懷重點是 問題意思是在 移工經濟對勞動者 可能產生哪些就業上 勞動上的風險 那麼核心的問題就是 剛剛前面 我記得坐在這邊 有一位朋友經講的 就是說 他 他是什麼樣的勞動型態 他是什麼樣的勞動型態 也就是說 傳統上 傳統上 很多 透過勞工經濟的平台 去 這時候的簡報大廈 有沒有可能 等一下 或者我站去那邊按 好 我先 我的簡報大概就是 零工經濟的新期 然後 最重要的是第二點 他的 爭論問題 請注意 我這邊第二點 所謂的 零工經濟引發的勞動政策 這個是 我要很認真 各位報 這是目前 不只在台灣 是全世界 我所理解的 全世界 包括美國 德國 義大利 西班牙 各國都面臨的 共同的 共同的 重大的 勞動政策 爭論 這個問題 換言之 即使是我們理解中的 西方先進國家 他們也 還在爭論這個問題 該怎麼解決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那再來就是 定義特徵 工作型態 風險 對勞動體制的挑戰 各國的做法 等等 那最後這一點呢 就是 我引用德國公會 他們的報告 所謂四階段的出入 那麼 首先興起 就 剛剛前面有幾位朋友都講了 就數位化 跟資訊科技的發展 促成所謂新經濟模式 新經濟模式呢 大家用語不一樣 比如說平台經濟 共享經濟等等 那如果他的共通點都是 運用所謂數位化的 這一個科技 來產生的 來發展的這種經濟模式 那麼就出現 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呢 就出現了 對勞動市場 一些 就帶動了勞動市場 出現一些新的工作型態 比如說零工經濟 電傳勞動 電傳勞動 當然已經存在比較久了 那這種 那局部賽 局部上他替代了 傳統上典型勞動關係 甚至他也局部的取代了一些 傳統的非典型勞動 那麼典型勞動關係呢 就是用我們白話講 就是正直勞動 正直 那非典型勞動就非正直 好 那麼這個變成 目前各國的勞動場的共同趨勢 那麼以台灣為例呢 台灣現在有一個freelancer 當然這邊好像有一個朋友說 他是freelancer 自由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 有一個網路建案平台 叫Pro360 大概一個禮拜可以有 十萬的案件的沒盒 那另外呢 很有名的捷克房 就是一個清潔的一個網路平台 大概一個月有上萬件的沒盒 那麼Uber 這大家比較有熟知的Uber Uber 可以知道去年4月 在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整頓下呢 他該轉新 因為原本他沒有這個一頁登機不繳稅 快轉新 就跟一些這個業者合作 那到今年的4月的資料 一年內他增加了一萬兩千個司機 換言之平均一個月一千個增加 還在繼續增加 那個 剛剛那個主持人有連 問我說高雄選舉會怎樣 結果我了解 不樂觀 不樂觀原因就是 建設司機幾乎全面 全面 改變了他們原本支持民進黨 為什麼 跟 這個Uber 還有其他的 那個平台的 那個 有關 建設司機生意很差 很差 那麼 這裡有第一個問題 我們討論零工經濟第一個問題要問說 那是誰 哪些人參與零工經濟這個體系 新的體系 就勞動者是誰在參加零工經濟 那麼傳統的說法 或者說 很多平台業者 平台機構 比如說Uber公司 那個就是平台機構業者 平台機構業者 或者世界上最大的 這個 這個 重包平台 就是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平台 他們定下的遊戲規則 都宣稱 零工經濟的老公子 大部分都是freelancer 用自營作業者身份來從事零工經濟的工作 但是呢 我必須要說 這個並不符合事實 那為什麼亞馬遜跟Uber他們要宣稱 來參加他們的平台的這個勞動者 都是自營作業者 因為這樣才有利於他們所建構的遊戲規則 就是說我們是承攬勞動的關係 那可是必須要想要事實上呢 根據一些外國學者的研究 我觀察台灣也是 除了全職的 就他沒有 他真的他完全就是自營作業者 他沒有其他的身份 勞動身份 也有一些勞動者他是 有全職的受戶勞工身份 或非勞動力能口 所謂非勞動力能口 所謂非勞動力能口 就比如說家庭主婦或學生 他沒有 他用兼職身份 在正職工作或家務勞動之語 或讀書之語來投入零工經濟 這兩者有重大的不同 不同在哪 如果是 他是有一個正職工作 受僱勞工身份 他用下班時間來到平台上去做一個零工經濟的工作 那這個跟完全他本身所有時間都是自營作業者 是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 他受到的勞動法的保障大有不同 如果是一個真正的自營自由工作者 那麼我們現在勞動法 勞計法保障是非常少幾乎沒有 除了自災5萬 那可是如果他是本來就正職勞工 他用下班時間去做 那麼萬一出了4 萬一出了4 那就有一些民國病態 好 那麼現在重點是 第一個問題我們理解就是 他的哪些人是零工經濟勞動者 好 那即使有這兩種或這幾種不同 因為零工經濟的時間地點跟顧問關係都不一樣 都不固定 但明顯跟正職勞動的顧問關係不一樣 而且跟傳統上 不使用數位平台的各種非典型工作也不一樣 我剛剛已經開始講 最大不同就是一個是看不見的 一個是非典型勞動是看得見的 那所以呢 零工經濟變成那種新型態的 有學者說叫數位化的非典型工作 但是我一直認為這個說法也值得商榷 為什麼 這個還是沒有辦法去很明確的區分 零工經濟跟傳統的非典型的差別 就是說他沒有點出我講的那個 零工經濟是看不見的 所以他的風險很大很多問題 但是我現在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你不能最好不要至少我個人不是這樣 你不要用傳統的看待 傳統的非典型勞動的概念來看 理解零工經濟 因為他的風險 產生風險的來源是不一樣的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有點相似 比如說那個傳統的非典型勞動 他也是就業不穩定 他的收入也不高 然後他的這個工作時間也不長 他的工作地點不固定 這些跟零工經濟表面的特徵相像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這樣來理解零工經濟 那麼你就顧慮一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零工經濟他的 對勞動者而言 他的風險產生的來源 是跟傳統的非典型不一樣 他的風險來源就在於透過一種網路平台互動 所以他是看不見對方的 看不見對方這一點後面就會報導 產生很多風險 好 我們再來看 那這是今天我的問題意思 就是說我們要問的什麼問題 就是他勞動政策上的爭論就是說 零工經濟算提供一些勞動者獲得就業機會的新途徑 這一點也是很多人他認為零工經濟應該要去鼓勵或提倡 我甚至聽過有勞動部下面一個智庫 研究單位叫勞研所的主管 主管他是高階文官 他說我們不應該用任何勞動法令限制零工經濟 那我說那零工經濟的勞動者的風險怎麼處理 他說他自己承擔 這是勞動者勞動部的智庫的高階文官主管他講的 他的研究報告他常常喜歡這個主管 因為他然後宣稱他有學問 所以他常委託一個學者會一起去做報告他要掛名 他是勞演手唯一要掛名的主管 你們去查就知道 他最喜歡掛名的研究報告就是跟分享經濟平台經濟有關的研究案 好幾分 那結果老師他參與很少 他的參與就是主持座談會 所以如果照這個標準 勞動部各單位的委會員就要很多主管都可以研究報告 好 那我們不要再提評個人 我只是說很怪的說法 那可是我最在意的 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為什麼這麼熱烈討論理工經濟增壓的 就是在我看來他創造了一種勞動力商品化極致運用的新模式 這一個用語呢 是下面你用愛德歐研究所 勞動研究所這一位學者 他在2016年的報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一語重地 直接點出了零工經濟對勞動者而言的問題 就是說請注意他的用語是 形容是勞動力商品化的極致運用新模式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 我在學校三課都跟我學會說 我教那個勞動社會學工業社會 我第一張第一次三課就講 資本主義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我們都活在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就是資本主義體制希望把所有的事物都商品化 只是有的事物不理把商品化 人類歷史發展間發現那個 會對多數人造成很大的損害 所以呢就出現很多保護的體制 那其中對我研究勞動而言 就是勞動力商品化 是資本主義體制的最大的一個特徵 因為勞動力商品化 對勞動者帶來了非常大的風險和傷害 所以才要有勞動保護的體制 可是現在他的用語叫極致運用的新模式 而不是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力商品化模式 他是極致運用 什麼叫極致運用 就是說第一看不見對方 第二他等一下我就會報 第二什麼叫極致運用 就是他不但看不見對方 看不見對方就產生很多勞動力商品化 勞動力交換過程的風險 第二不但看不見對方 而且而且在這個勞動力交換過程呢 對勞動者來講 基本上他是一種勞動力的擷取過程 是一種高度的榨取過程 而且是快速榨取勞動力的過程 這個叫極致運用 等一下我會報到這個意思 那因為這種勞動力商品化極致運用 勞動者在檸檬金下面臨很多風險 影響他的權益 對當前應該說世界各國勞動保護體的構成很大的新挑戰 那麼該如何回應這種新挑戰變各國勞動政策的辯論的重要議題 爭論的重要議題 那麼這個辯論議題聚焦於下面這個問題就是 到底該勞動保護體制就是國家 要怎麼認定零工經濟下勞動者的身份 進一步講 勞動體制應該把這一群零工經濟勞動者認定為運用 只是運用數位推進平台提供勞務給顧客的獨立承攬勞動者而已 請注意 我這邊用語是給顧客 運用平台獨立承攬 獨立承攬就是他一個人 他是自然的 他要面對所有風險 他承攬了 他透過數位平台承攬了一個勞務之後 他跟這個客戶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協議 所以不是勞動協議 是協議 依照那個亞馬遜平台發展出來規則用 叫協議 那換言之既然是獨立承攬的 然後只能承擔所有風險的 那勞動保護體制就不需要處理你的風險問題 這個就是當我想勞動部內會主管他的概念 我們何其有幸身在這個時代 勞動部的高階文官有這樣的概念 他的薪水跟我差不多 對 那也就是 我在我看來在社會上應該不算低薪 甚至有點高 中高薪 可是他的任務 他不他望的政府要給他的職責是 你要想盡辦法保護弱勢基層勞工的問題 對 我覺得他應該去經濟部上班 有一次他跟我辯論一個問題 他特別找我喝咖啡 可是那個咖啡頭我後來決定自己付 而且我到台大的餐廳 我以為他談什麼狀況是 因為他知道我發表這個文章以後 廖老師我今天請你喝咖啡 我說談什麼 我說廖老師你不應該這麼反對Uber 我說我反對Uber 你從哪裡聽來的 廖老師你的文章都說 Uber 的那個司機要保護他的勞動權益 這個Uber 一定不肯啊 不肯的話他退出台灣啊 我在這邊跟他辯論了 討論兩個小時 他堅持Uber 不需要繳稅給政府 Uber 也不需要一夜人情 這是我們的主管 當然後來沒有如他所願 我們這一場喝咖啡 不愉快的咖啡之旅 是兩年多前 好 那我來講 另外一種選擇是 又或者應該把這一群零工精勞動者認定為 數位平台機構雇用的受護勞動 請注意對有沒有發現我的用語不同的 我上面講的是獨立承攬的勞動者 下面講的是受護勞動 各位 勞動者跟勞工是有不一樣的含義的 如果是勞動者 那我們台灣對這兩個名詞用語 常常會混用 其實有不用關係的勞動者 我們才會講叫受護勞動 但是如果不是不用關係 是其他勞動關係 可能我們最 比如說承攬的關係 可能只能講勞動者 這個就是目前的政策政論的焦點意義 那麼我們來看他的定義 這我一開始釐清的第一個 已經講了 所謂零工經濟 它是從這個英文字翻譯 就JIP Inami 它是指由執行工作量不多的 自由職業者 自由工作者或牽職勞動者 所構成的經濟領域 這些勞動者 運用網路的平台或APP 獲取短期的工作 完成少量工作獲得報酬 那麼這個英文 JIG這個英文字本來是指 它的本義本來是指 任何一種特定的工作職業或任務 但是它跟Inami組合起來 它變故語了新的含義 就是專門用來指稱 利用網站或APP模式承攬的零碎工作 因此把它稱為零工經濟 取後面零工工作 其實我一直覺得零工經濟這四個字翻譯的不好 沒有辦法凸顯出 專門用來指稱這一群勞動者 發生的勞動行為是運用網路平台或APP平台 這一個最重要的特徵 它變成讓大家把焦點放在零碎工作這件事上 事實上不透過網路平台或APP平台 我們傳統上就很多零碎工作對不對 所以這個翻譯到 但是沒有辦法已經形成這個翻譯的用語 所以它的特徵第一個工作時間彈性 事實上很多研究都顯示 零工經為什麼可以吸引這麼多的勞動者參與 因為它最大的好處對勞動者來講 因為它時間彈性 所以它可以用APP或網路平台很低的成本 快速取得很多就業工作機會資訊 依照自己的時間跟需要安排可不可以完成勞務 所以就這一點 單純就這一點來看 零工經驗確實是很多勞動者 用低成本方式取得就業機會的一個新途徑 它幾乎不需要成本 就你有一個電腦或手機的設備就可以 第二個就是對企業來講或個別的勞務需求者 因為你知道在零工經濟平台上很多未必是企業組織來發出 我要找人的提供勞動力的訊息 很多是個人的 那對這些需求者來講 零工經濟具有低訓練成本 或不需要任何訓練成本的好處 各位這一點很重要 簡單講這個用另外一個白話來講就是說 我要的勞動力是要快速取得極佔力 極佔力 我透過零工經濟的數位平台取得極佔力 我在這個網路平台上我來篩選出極佔力 馬上可以我有使用的勞動力 那麼這樣的勞動力才可以讓我快速的獲取 或甚至榨取它的勞動力 那麼在這樣的體系下可以快速篩選出具有即時執行能力的勞動者 就是極佔力 而且有效的運用眾多的即時的勞動力 just time level force 這個要求這些勞動者提供即時的勞動力 這個是它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就是說 講白話就是說 勞動者跟勞動需求者 雙方都想要用最快速的最低成本的方式取得所需 那這一點呢 比如說老師那個兩邊都不想付成本 提供勞務的跟需要的都不想 那這樣有什麼好說大家都很平等 很公平 那問題是 問題是 它的實際運作的規則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等一下就會談到它的運作規則 在這個平台上運作的 零工機的運作規則 在亞馬遜創建以後 它是高度不平等的遊戲規則 是對勞動者非常不利的 那再來 第三個就是進入障礙第一 這大家可以理解 它的 因為它就是你有簡單設備網路平台 因為就可以 低進入障礙 快速低成本取得資訊 直接溝通媒合 直接溝通媒合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那個 會知道那個 人力銀行其實是很緊張的 那其實更該緊張的應該是政府的公立救護機構 對 就是說 我不再需要中間人了 中間的媒合機構 不管政府或民間我不需要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一個平台機構在中間 但問題是 那個平台機構 比如說Google 它是單單的平台機構或它是實質上它是部署 爭論點在此 那麼它的習態 這個就是我要請各位稍微耐著性子來理解 就是說 零工經濟呢 既然零工經濟不是獨工 那麼它的實際的運作型態有哪些呢 我這邊 時間關係我只能講最常見的 或者說最主流的兩種型態 事實上 那第一種叫重包工作 各位看 重包工作呢 它是cloud work 它事實上呢 它是我們所謂群眾外包 這種新經濟模式的衍生出來的工作型態 什麼叫重包呢 這個重包就是群眾外包的簡稱 所以這個cloud work是cloud social 還有 work 這兩個字合併以後組成的新的組合字 了解嗎 就cloud work 然後 work 是cloud social 叫群眾外包 跟 work 這兩個英文單字組合以後 形成的新的複合英文字 那中文一般翻譯叫重包工作 如果你要把它理解完整的群眾外包的工作 它是指眾人經由網路平台連結 執行完成一系列相關任務的工作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會進一步說明它怎麼運作 第二種就是我們都簡稱第二種叫 藉由APP應用程式執行的按需工作 這裡又出現一個專用名字 一般我都把它簡稱叫APP的零工工作 那麼叫企業組織 這個大部分就是企業組織在運作 比如說我們所知道的google 或那個google in 或者lalamo這些 它就是運用APP模式來執行它的管理活動 各位等一下我們最後就提到 為什麼現在對這個零工經濟的平台機構會爭論說 它是單純的平台機構或它是有實際指揮監督的部主 因為在於它是用應APP模式來執行它的管理活動 對那一些勞動者 而且設定最低的勞務提供標準 進而選擇適合的勞動者執行勞動力 最常見的就是運輸 像google清潔文書這些 那我們來看什麼叫重包工作 它最早源自於群眾外包重新經濟模式的工作型態 包括都搜尋 那麼各位知道那個群眾外包的定義就是說 把傳統上委任給特定的指定代理的執行工作 轉了外包給特定的大眾執行 所以群眾外包是由一群非特定人士組成的 可能是志工或可能是堅持者 共同完成的相關工作 各位我跟各位報 群眾外包最早源自於美國的NASA 美國的NASA 在大概快30年前 美國NASA會知道NASA它的重要任務是什麼 我們常常看些管它發射太空梭 到那個外太空 然後拍很多照片回船對不對 然後科學家NASA科學家他就要去分析那些照片 那個星球有什麼生物或什麼礦物 結果20多年前快30年前 NASA有一張太空桌 偽傳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無意中拍到地球的某一個角落 因為很模糊 NASA的科學家想盡辦法比對各種他們資料庫的資料 還是分析不出來那一個角落是地球的哪裡 那你說科學家為什麼要花時間分析這個看不清的照片 因為他們那時候懷疑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某一個大國 發展的軍事設施 美國人永遠是這樣 那NASA科學家怎麼辦呢 我的資料庫已經這麼龐大還是對不出來 他們有一個NASA的行政人員突發奇想 一個年前的東西 啊 這樣子 我們用網路公道 懸賞 有獎真打 懸賞 大家能夠全世界的人 我把這個照片遮掉一些他們不想到外界知道的特徵 那個周邊的 我們秀出來以後再平安的秀就好 有獎真打 大家找得出來這個是哪裡地方的 我們就給獎勵 WOW NASA NASA公告出來這個 引發全世界的那個熱烈的迴響 最後當然找出來這個角落是哪裡 不知道這個角落其實就是 那個俄羅斯的某一個地方 對不對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這麼強大 現在對本國來講他的主要的那個是中國 找出來以後呢 NASA就覺得 WOW 這個太棒了 我花了很少的錢 解決了我一個難題 那所以他們有了這個好的經驗 美好的經驗 欸 這個方式應該把他延續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太空說長 後續還是傳了很多照片 他們分析不出來 就把他沿用下來 沿用下來之後呢 欸 慢慢的外界也注意到 NASA常用這一招 就把他學去了 就變成群眾外抱怨 各位知道 因為你剛剛聽我這樣講 NASA這個過程 就會發現那一些來參加 在網路平台上參加 NASA公告的有獎真大的人 他並不是勞動者 他最多叫志工 或者參與樂透的人 不知道 反正就是說他不是勞動者 但事實上他有沒有做勞動 有 NASA得到他的目的 這個方式後來就被美國的大企業引用 第一個引用的是誰呢 就是 美國的一個科技巨破 不是亞馬遜喔 是另外一家 就是微軟 微軟剛開始是小規模的用 用了幾年以後 欸 其實很好用 剛開始微軟不想讓人家知道 可是只包不住火 不知道亞馬遜發現 亞馬遜大概在十一二年前 發現了這個 這麼好用的群眾外包模式 哇 亞馬遜呢 就組了一個小組 研究說怎麼樣把它商業化 商業化 美國人永遠 美國人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國家 他永遠想到的就是商業化 商品化 後來就發展出所謂的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聽過 世界上到目前為止 還是最大規模的群眾外包平台 叫圖爾奇機器人 好 那麼 他創造了重包工作的遊戲規則 好 好 那我們來看 那相對多數的重包工作 是一種微型的任務 Micro Test 他呈現出很多樣化的內容 他的特徵常識呢 極度的瑣勢 或單調的活動 但是要執行完成呢 還要一定的判斷力 超出了AI的理解範圍 所以還要勞動者來投入 好 那 這一個呢 比如說我們台灣 現在很 這兩年蠻紅的一個重包平台 叫一百塊 他就是台語一百元一百塊 他直接把它翻成幾百塊 幾百塊 你去上面看 他就是 鼓勵兼職勞動者 用各種 小才能 做微型的接案 這裡我講的 微型勞動 兼職勞動也不對 老報有權職的 是有工作者 各位 你去一百塊這個 網站上看 你就發現 千幾百塊 你想得到 想不到的 都會有人在那邊招募勞動力 比如說 幫我按讚一百個 比如說 告訴我怎麼樣 約會的話術 比如說 幫我遛狗 對 比如說 幫我買票 就 各式各樣 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都 都有人在那邊招 好 那 那個金額 為什麼他講 他叫子爸招 因為 每一個都是 微型的工作 好 那 所以錢都不多 那個 成交的金額都不大 好 那麼 但是我後面會提到 一百塊 這兩年這麼好 因為他 改變了亞馬遜的重包平台 土耳其機械人那種 高度對勞動者不利的遊戲規則 他採用一種叫什麼 叫那個 代償機制 代償機制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來再談 那有一些 可是 重包工作 除了剛講 最多的 都是剛上一頁講的那種 micro case 就微型的工作 可是 這是多數的重包平台 有一些重包工作 是有豐富意義的創意工作 像 那個 企業形象設計 行銷方案計畫 獲得創意構想 其實 這個呢 才是 一開始 二十多年前 NASA他的本意 他要辨識那個照片在哪裡 那個是要有一些創意聯想 好 那麼 台灣有一個重包平台 是這一種 創意構想的 叫Digistat 他呢 就是讓設計師上傳他的作品 到平台 然後網友來投票 網友投票以後呢 當網友投票同時 也會讓網友可以在平台上 講自己對這個新的設計產品的意見 建議 那設計師在了解這些網友 潛在消費者的反應意見之後 再做修正 修正以後呢 再做改良 然後呢 才開始去開國生產 這個 但 我比較講 這一種呢 在美國的話 其實是 有不少大企業是 他們的重包工作是這一種 只是他比較不被一般人那麼熟知 為什麼 大企業不希望伸張做這件事 那理由有兩個 第一 我透過重包平台向外徵求創意構想 那我養的公司的那些各部門的專業人員在當 我不是承認我無能嗎 第二 這個 為什麼不伸張呢 因為怕讓企業競爭對手看資 那麼再來 另外一種 除了重包工作以後 還有一種就是 APP模式的按需工作 on-demand dynamic 這是一個 我們一般大眾比較少聽到的用語 可是這個才是我們在 至少相關聯工基因的學術論文 在用的用語 那麼 顧名是on-demand dynamic 它是依照消費者的需求 而進行生產跟經營活動的經濟模式 它是透過APP模式 主要是APP模式 當然也有一些網路平台 把需求者 平台機構跟勞務提供者 三方連結 形成一個按需經濟系統 所以簡單講 它就是一個需求者導向的一個經濟模式 所以比如說我們台灣現在越來越多 就是說我很多那個不想出去買東西 天氣冷或什麼下雨 我就手指按一按 那就送餐了 對不對 它就即時的媒合 現在問題是大家 我們輿論討論的都是 就是我手指按了APP以後 那個餐點就送來了 可是大家很少關注什麼 那個送餐的那個時機 通常就騎著小摩托車送餐 它的風險有多少 對 大家輿論到不行 只會討論到一件事就是說 排風天要不要停止 可是大家討論的焦點通常是舉什麼例 它那個麥當勞肯德基 它的那個送餐的摩托車送餐員 排風天要不要停止 送餐 可是請注意喔 這個跟我們討論零工機器不一樣 因為如果是肯德基麥當勞那些司機 摩托車的司機 他是僱用者 他是肯德基麥當勞的僱用者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 他至少平台機構說我跟你沒有 我跟這些送餐司機沒有附用關係 這個是APP模式的按需工作 當需求者在平台上提出需求後 只要點選APP 短時間就可以找到司機清潔工 勞務提供者 透過平台完成交易 那所以這種按需工作呢 具有幾個特徵第一 短時間提供勞務 少量的勞務 按鍵記錄這些特徵 對於勞動者獲得的報酬 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報酬 就是很少 目前在台灣的勞動市場 像機車貨運的GoGoWeb 拉拉木 當然如果是專職送餐的 還有Google In 都是這一種 按需經濟模式的平台 那麼 我們來看他的 林工機器勞動者面臨的就業風險 第一個就是我先講 他是一種勞動力商品化的 極致運用性模式 這一種模式 我一開始就講 為什麼會有很大的 對勞動者的風險 因為他是一種發生在 虛擬情況下的交易 他是看不見對方的 所有的極致方便利交易過程 都是網路的虛擬空間 看不見對方 所以他是 林工機創造出一群 看不見的勞動者 其實同時他也創造出一群 看不見的勞動力需求者 這個會衍生出很大的風險 因為看不見對方 所以勞動者 因為看不見對方 一切都在網路上 看著那個鍵盤打出來的字 在跟他互動交易 這個時候勞動者只能透過平台或APP 瞭解企業或個別勞務許有者的需要 勞動者提供的勞務許動 就會被化約成一種 知覺去人性化的行動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因為我看不見對方 我只能夠看那個文字 平台的文字 我很可能是 對看不見對方會有什麼問題 我看不見對方的講話的姿態 表情 所以 這個有重大差別 我看不見對方的姿態 表情或肢體語言 我怎麼知道他生的有沒有 勞休者有沒有心懷善意 可能潛藏了一些 我們等一下就會提到勞動詐騙的風險 對不對 那所以知覺去人性化用白話講就是什麼 我是因為看不見對方 所以我完全不能夠 或察覺對方的善意或惡意 知覺去人性化 那這時候呢 很可能會扭曲了他勞務許游者的需求 你會誤解 甚至可能會 因為就剛剛有一位小姐說 啊 評分變差對不對 你怎麼死都不知道 你已經提供勞務上傳在平台了 可是對方說我不滿意 可是那個你的勞動成果他已經接收了 他說我不滿意 我把你分數檔很差 甚至他不付錢給你 這個就是重大的問題 這是重大的問題 那面臨處分的後果 那這是就業風險 就是說我可能會被負評 甚至那個平台機構會處分你 譬如說禁止你幾次多久時間內 所以你不能再來平台運用平台資源 那第二個就局部取代了傳統正直的典型 不用關係的風險 因為呢這種平台 零工經濟呢 他的勞動關係是短暫不穩定的特徵 表面上看起來 零工經濟勞動關係跟臨時工作 派遣 短期派遣工作 這邊非典的勞動關係類似 有一些特徵很像 但是因為他高度 零工經濟高度於愛數位科技 所以他很難 我的概念是我覺得很難 把零工經濟歸類傳統的非典型就業 很難的 再來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又很獨特的方式模糊了傳統上 典型正直不用關係勞動跟雇主 他的含義 法律含義 變成了勞動保護體制的自理缺口 那麼呢 所謂自理缺口就是對勞動者來講 他受到勞動保護 這樣目前以台灣來看幾乎接近於零 幾乎接近於零 你要承擔 勞動者在零工經濟要承擔幾乎所有的風險 那再來 我們以我們當時概念 我們就來看撞包工作 亞馬遜的這個機器多爾人 機器多爾人 他呢建立的遊戲規則就是什麼 勞動者跟聘僱者之間 請注意喔 這個用語是亞馬遜他不承認的用語 這是我這邊暫時描述的 他們建立的關係 不是勞資雙方簽勞動契約達成 而是亞馬遜提供的 所謂的一般性使用條款與條件 就是說協議 他的用語叫General Use Condition 就是說他們的用語叫一般性使用條款與條件 請注意他完全規避勞機法的那些用語 因為他就是不想要承擔負主責任 那麼在這個條款裡面呢 亞馬遜把聘僱者稱為請求方 勞動者稱為Packer 請注意喔 不是Walker 是Packer 不知道Packer是什麼意思 Packer就是土耳其用語 土耳其話 土耳其話裡面講的勞動者 那說亞馬遜不是美國人嗎 為什麼不用Walker要用Packer 各位講白話一點就是他覺得 零工經濟的勞動者是畜生 沒有啦 不是畜生啦 他們認為零工經濟的勞動者是 他一開始就設定你就是低薪做一些零稅工作的 你就是比一般傳統的勞工勞動者要 層次要 水準要低的 然後特別命名叫Packer 這是土耳其用語 而且亞馬遜把它定位為獨立承籃者 就勞動者要在規定實現完成勞務 勞務完成後的請求方依據工作成果 決定是否支付酬勞 所以決定權在請求方 就勞務需求者 那如果 那這樣的這種遊戲規則 有很多不平等的規則 比如說 導致勞動者要面臨很多風險 比如說請求方可以單方決定 是不是滿意這個成果 請注意喔 他要 他能夠單方決定我滿不滿意的時候 代表勞動者已經上傳你成果 到平台 對不對 他在平台上看到你傳的成果 他在期限內上傳的 這時候請求方再來決定滿不滿意成果 還有要不要獲得我原本跟你勞動者約定的報酬 另外 就算請求方沒有支付任何報酬 勞動的成果還是歸請求方所有 這一個條款 那我不能說全部 但是確實美國有發生這樣的案例 我們台灣不知道什麼原因 好像媒體沒有報導過這種真意的案件 我們現在有報導的就是Uber 但是我們台灣的勞動者很善聯 Uber 大家都在爭論要不要繳稅 到現在為止 我們跟美國英國都不要 我們沒有一個Uber司機去法院控告公司 對不對 我們勞動者 我們台灣的勞動還是非常善聯的 好 那麼 這個條款提供了一部分 意圖不良的請求方可以 稅行勞動詐欺行為的環節 我不是說所有在平台上的請求方 都易補不了要詐欺 但是確實這種案例是變多的 還有勞動者要依靠請求方的回饋評分 這個呢 這樣的評分機制 迫使勞動者要接受請求商很多的要求 就是說你在這個重包平台上的勞動者 你都知道有這個評分機制 你想要下一次再使用平台獲得新的勞務的那個訂單 你就要在這一次要聽從請求方的各種要求 為什麼呢 各位如果有去那個360 台灣最大的平台去看 它那個網頁設計很漂亮 它下半部有很多 目前我把它稱為明星的接案子 他會把它做專案的 這個個別勞動者的表現特別好的平台會幫 特別好表現的做POMO 做那個專區的個人的POMO 反之你如果被評價不好的 不要說被補模的 你可能被處分 所以你不能寫使用平台 那麼從這些內容來看呢 請求方對勞動者可能 我說可能 為什麼我不說肯定用語 因為要看個案的狀況 我是說可能有的個案已經涉及請求方對勞動者 施加的實際勞務要求監督 那很可能已經有雇用的性質 如果有這種個案 這種事實發生 你就很難用亞馬遜這種平台機構 應該說多數平台機構 宣稱的是單純的承擔契約 再來如果在他APP的暗需工作 平台機構比如說Uber 他就會把勞動者建立為獨立工作一樣 我這個企業組織只是中介平台 那事實上平台機構 前面已經講過他會用APP 設定一系列對勞動者的管理活動 還有最低的勞務標準提供 比如說Uber司機 我上課問我的學生 然後我說 那個Uber的司機被平台 就Uber公司告知 你那個幾分鐘內 他秀出去幾分鐘內在什麼路口 有一個客人 那你給他回報說 我最近我要去 我要去接這個客人 上車了啊 開車開到一半發生各種突發狀況 這時候譬如說下大雨或塞車 或那個刮大風各種可能 或者發生交通意外 接到客人 客人上車了 然後到目的地和鼓中 發生了各種突發狀況 司機要不要馬上回報那個平台公司 要 平台公司會不會告訴他 依照我們的內規你要怎麼處理 好 不用 這要看狀況 看狀況 如果有一些狀況他是會告訴你 你要趕快排除狀況 如果他下了中指 是 因為如果你不趕快排除突發狀況 那會影響後續顧客的評價 對不對 這個是很明顯的 好 那在這個過程 這個涉不涉及指揮監督 那個平台公司有沒有對這個司機做指揮監督 這個就是要我說的要看個案事實有沒有發生來認定 很難一概不論 但是我要講 如果有 那這個就實質指揮監督的事實 那麼如果有這種實質指揮監督 你就很難說是承攔關係 很可能就是雇佑關係 那麼再來就勞動權益的保護程度問題 零公金下的聘僱者或平台機構把自己定位為請求方或中介者 規避那個雇主的責任 法律責任 所以很多勞動者很難獲得勞動的保護 那麼包括什麼呢 包括最低工資的保障 包括健保 那個職災的那個 就生病疾病的保險 失業啊 產假啊 生育啊 退休金啊 職災補償啊 等等 或甚至 集體情報 就有爭議狀況 集體的協商或抗爭 這些零公基量 然後整個很難獲得保護 簡單講 講完這麼多 你就知道 其實 就是沒有什麼保護 因為我們所謂的勞動保護 就包括這些嘛 我把這麼多都列出來就代表 沒有什麼勞動保護 那在台灣更事無止 那 譬如說以亞馬遜為例 根據統計 大部分用亞馬遜中高平台的 那個零公基的工作者 他的時薪大部分只有 時薪美金一塊錢到三塊錢 各位知道 美國現在那個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 是實行多少 每千幾塊 各位會有概念 沒有喔 10塊準備要升到12塊的 那那個美國 那個因為是各州各大城市在調 聯邦政府也會調 他們美國現在要來那個夏蘭這個大城 是美國各大城 最低工資的時薪最高 他們已經到14塊美金 所以這個1塊到3塊 我只用這個對照 亞馬遜的那個中高平台的大部分的 那個勞動者的時薪1塊到3塊美金是非常低 那你說因為他做的工作就很簡單啊 很零碎啊 他怎麼能夠拿到那麼高的時薪 可是重點是 他如果花了 他做滿一個小時 那為什麼拿不到時薪 原因在於 他不是受護老公 對不對 他不是受護老公 好 那麼只有少數的有經驗老公者 才可以獲得最低工資高一點的收入 所以這是一個低薪沒有保障的工作 那雖然報酬很低 但是因為很多工作 零工經濟的很多工作門檻低 所以還是吸引了很多技術層次低的低階層勞動者 就是基層勞動者 包括什麼 有移民背景的勞動者 我們看美國最近不是總統大選 川普一直說 這些從那個彭杜拉斯什麼來的 那個移民大軍是非法入境對不對 好 那麼堅持了家裡主 或是學生這些弱勢者 因為他們考量短期內可以賺錢 而投入零工機 所以有選者就說 這導致勞動市場區隔出一塊勞動市場 而且這一塊零工機的勞動市場的比例 人數越來越多 他有些會把它稱為 社會階層的數位化重構 意思是說我們傳統的社會階層劃分 社會階級劃分 是不會用數位化 數位化科技 有沒有參加數位科技平台 來做整個社會結構的階級劃分的一個很良標準 可是現在因為零工經濟的勞動者吸引得越來越多 所以開始有美國這兩位學生他們說 這是剛剛那種新的概念 就是數位化科技來 再重新建構了我們傳統的社會階層劃分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網路平台讓很多人變得 表面上做了零工經濟的工作 可是他的收入非常低 這是不是造成另外一個工作貧窮的重要來源 他的白話講究這個意思 就零工經濟這種數位平台提供的工作 是不是透過數位平台提供了一種工作貧窮的風險來源 那對就業安全來講 這是我研究的主題 因為零工經濟大困擾者是微型的工作 管時間提供一勞 所以他就是一種臨時就業 那這個臨時的短期勞務結束後他就會失業 而且如果是一個全職的自由工作者 那他們就會面臨不斷的重複失業的處境 對不對 他一個case做完了 那他就要趕快再找下一個 那麼如果勞務者是完全依賴零工經濟的全職業 他的主機會 因為他要承擔短期就業 再短期就業再失業的重複失業困境 那他對就業安全體制的挑戰就一樣 他是受僱勞工還是獨立產安者 那麼對就安全體制有新挑戰 為什麼呢 各位很簡單 因為比如說我們所謂就業安全體制 第一部分就包括所謂的就業保護立法規範 EPL 我們台灣比較少用EPL這個國際通用語 我們台灣都講叫解雇保護 其實國際商的通用語叫 就業保護立法規範 就是企業組織或平台機構 是不是應該要耽誤起雇主的解雇保護責任 因為我們知道 依照那個勞基法個別解雇保管 或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你必須要有雇用關係 那那個雇主才要付法定的解雇保護責任 可是呢如果零工經濟勞動者 他身分被認定為是獨立成安者 那這個當然就解雇保護責任就沒了 那個勞務需要者不需要承擔 因此勞務者往往做到任意解雇的實質不利損害 當然機構 平台機構或那個企業組織 不會說我們是解雇行為 他只會說我們是使用條款協議終止行為 所以呢再向法院提訴訟的話 法院施個案來判決就會晃日廢死 對勞動者很不利 那再來呢還有什麼 最大的問題就是 各位我時間關係喔 各位請看第二段 如果勞動者跟平台機構存在經濟重屬關係 但不存在人格重屬關係 那如何認定這個零工經濟勞動者 或者是受護勞工或獨立承擔者 各國有很大的爭論 各位聽懂你這一段話的意思嗎 講白話就是說 我們認定雇用關係有三種重屬性 第一個就叫做這個人格重屬性 人格重屬性就是說 我有沒有指揮監督 你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 是不是在我的指揮監督下進行 第二個叫經濟重屬 就是一個勞動者他的收入來源 是不是大部分來自一個事業單位或個人 如果是那這個經濟重屬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組織重屬 就是有勞動者要接受這個組織規定的一系列的工作管理規則的要求 那這個是目前很大的爭論 就是如果勞動者跟平台機構有經濟重屬關係 但沒有人格重屬 就是有一個勞動者他透過一個平台 獲得了很多的零工經濟工作的收入 就他一個月的大部分的收入來源 他也都來自那個零工經濟的平台機構 可是呢 因為這個平台機構 宣稱我沒有指揮監督你 我只是單純的平台者 平台仲介者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認定他是不是受不勞動 因為一般會認為有人格重屬性 那一定是受不勞動 但是如果沒有人格重屬性 但是確定了有經濟重屬的關係 那他是不是受不勞動 他只是獨立承攔勞動者 這個是目前特努最大爭論 很可惜我們台灣還沒有證實這個問題 我今年呢應該說去年底 勞動部的那個台灣勞頭記竿寫了一篇 理工經濟的文章 那這個是勞動部的重規師做的 那有一次我去為了開另外一個會 那他們的司長 看到我寫文章 哇 司長 這個問題越來越大 台灣這種林工的勞動者越來越多 這個應該好好來研究 我的勞動法令要怎麼樣來補漏洞 這個司長的法令說 我這樣喔 我想這個 就說通常他們不想要處理問題的話 就是 他們覺得這個不是重要問題 那我說那你至少去做一個調查吧 我是不做勞動部調查案的 因為我們現在最大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去調查吧 調查有多少人 我前面一開始講說 那個Uber多少人 一個月多一千人 或那個十萬個土耳斯坦 那個是他們少數平台業者釋出的數據 裡面搞不好有誇大 因為他為了要爭取業績 搞不好他誇大人數 或者他隱藏人數 因為他怕競爭對手跟他搶生意 你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 現在政府主管機關對這個問題 是不夠重視的 那社會保障方面 就是保險 這個都不用講 那還是一樣就是他有沒有雇用關係 有雇用關係的話 才有各種社會保險 我們來看各國因應的做法 英國他就法院不斷來判決認定 最有名就去年11月 英國倫敦有一個地方法院 他在去年11月判定 Uber公司的司機是Uber公司的受僱員工 不是獨立工作者 所以這個Uber的司機呢 要獲得Uber公司提供的最低工資分有薪假期 當然Uber公司馬上又上訴 馬上又上訴 好 那我們來看美國現在的爭論 美國呢 他們現在學界的爭論 就是是不是要創造出第三種類型的這個爭論 各位我覺得美國這個爭論跟台灣的處境很像 所謂第三種類型就是在 就前面我們講的 那種你確定他沒有人格重屬關係 但是確定有經濟重屬關係 那他是要不要把它重新認定為第三種 就受僱勞工跟獨立承染勞動者之外的第三種勞動者 好 那麼因為如果你不劃分出第三種勞動者 那麼他就會被歸類為很有可能就被 依照美國也好 我們台灣也好 現行的勞動法令就會被歸類為獨立承擔勞動者 我們台灣是一個在勞動保護方面是很不顧實的國家 我們對各種現實勞動市場中非常高度複雜的各種勞動關係 而且不斷有新型勞動關係 我們的政府很少會主動的 務實的去檢視新型態的勞動關係 因為我們的分類太簡單了 我們就不是勞動關係 那就是大部分就是承擔關係 或者是委任關係 那當然現在熱烈討論就是 那如果是三方因為有第三方就派遣勞動 其實三方勞動關係不是只有派遣勞動 對不對 還有很多 我們很不務實 或者應該說不夠重視 也不夠了解複雜的勞動關係的演變 所以新型態的各種勞動關係 我們就用既有的過度簡化的類型 來套在複雜的新的勞動關係型態上 這樣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那美國他們就有很多學者寫文章 其實嚴格講這個 在美國要不要有第三種類型是 2012年美國加州很有名的 這個Uber的司機跟公司的案例 就跟剛剛講英國倫敦那個一樣 就美國加州的勞動關係委會 這個最後開了聽證會認定Uber的司機是勞工 那所以法院就要求Uber公司要承認受勞工的身份 遵守美國公平勞基法的勞動保護規範 還有各位最重要的 這個判決書2012年的判決書 美國加州的法官在判決書提出一個具體建議 建議美國聯邦政府在勞動法 增進新的勞動者類型 從2012年這個判決書法官的建議之後 就開始在美國的學界跟法律實務界開始討論到現在 那要不要 那美國很多學者說如果要有第三種類型 那他的名稱比較多學者稱為 重屬型的承擔勞動型 重屬型而不是獨立型的 什麼叫重屬型就是他有經濟重屬關係 這個重屬的意思就是有經濟重屬關係 那麼德國他們的爭論現在的爭論是 林工經濟勞動者是不是要適用所 德國勞動法典所謂的類似勞工 德國人是非常務實的 他們只要發現勞動市場出現一種新型態的 是跟現有法令不能完全描述規範的 新型態的勞動關係 他們就會開始討論然後修改法令 那德國在以前就有 在勞動法典就有所謂類似勞工這個類型 類似勞工是適用哪一種的人呢 就是不受到單一部主指揮監督控制 但具有經濟重屬關係的勞動者 就稱為類似勞工 類似勞工 各位發現跟剛剛美國的爭論是一樣 差別只在於美國沒有像德國這樣 有類似勞工的法定類似 我們台灣也跟美國一樣沒有 德國有 但是德國政府 各位知道我們台灣這幾年 從政府到那個產業界都說工業4.0 我這邊很認真哥哥 工業4.0這個名字最早就是德國提出來的 德國他們非常務實的民主 當他們發確定整個國家的經濟走向 要走向工業4.0 就智慧化生產模式之後 他們不會僅僅像我們台灣現在這樣 或者像亞洲多數國家 只討論工業4.0這個產業的新模式 他們的德國的聯邦政府勞動部 在三年多前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召集各個產業的勞資團體代表 開座談會開工程會 最後討論出一個因應工業4.0的勞動4.0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各位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只要到Google打GermanyWalk 4.0 就會有英文版 當然也有德文版 你就可以發現德國人是什麼樣的民主性呢 第一章告訴你數位化的影響 什麼叫數位化科技 第二章開始跟你談 數位化科技這種新經濟模式 對於勞動者而言有哪些影響 他一個章節 從第二章開始 一章討論一種對勞動者的影響 譬如說有一章又討論 工業4.0對人資管理的影響 人資管理要因應工業4.0做改變 人資管理模式改變那勞動者當然就跟著受影響 再來他有一章又討論 工業4.0對勞動者的職業安全衛生 就在工作現場勞動過程中職業安全衛生的影響 譬如說人因工程一定會跟著改 因為你用了智慧化用AI 用那個大數據 智慧化生產模式 那麼你勢必傳統的人因工程要跟著改 那人因工的調整那勞動者在工作過程 當然會工作步驟 流程會變 他討論工業4.0對勞動條件 勞動者勞動條件的影響 然後要工資工資 比如說工資要不要再更坦性 可是這樣對勞動者有利嗎 比如說工資怎麼計算 比如說德國人這個勞動4.0白癡 它是巨細迷移 我在多個場合呼籲我們不能只談工業4.0 我們的學界 勞動學界 勞團應該要給政府壓力 要求政府要談勞動4.0 這是全面性的影響 既然政府不管哪個黨執政 都不斷宣稱我們要走工業4.0 那為什麼不討論勞動4.0 而是自己做業者 這個也是目前德國學界比較多數 相對多數學的說法 但是也引發很多辯論 什麼辯論呢 就是零工進勞務者是不是 就有比較多數認為 零工進勞務者不是受戶勞工的觀點是認為 因為零工進勞務者他可以自己決定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完成任務 也不會被納入勞務需求者的生產組織 而且通常使用自己的工具 從這些特徵 零工進勞務者很難認定為勞工 比較像自營作業者 但是另外一派學者認為 零工進勞務者沒有說他有上面這些 很像自營作業者的特徵 但是他事實上也具有類似勞工的特徵 就是說他沒有勞工的特徵 但是他有經濟重屬性 他跟平台機構 或跟那個所謂重包平台 或APA平台有經濟重屬關係 他很多零工進勞務者的收入 都是來自平台機構 這是他主要經濟生存的來源基礎 所以如果你完全不去討論 零工進勞務者是類似勞工 他就不能夠獲得類似勞工 應有的在德國的法定的社會保護的提供 這是德國現在還在辯論中 那義大利這比較複雜 Anyway 我講時間應該已經超過了 那個義大利早從1973年就有修來他們的法律 他們很早就有所謂重屬型的 旅業勞工者就是我們前面講美國弄 用重屬型的承擡勞動者 他們有歷經了兩次修法 這個我就 Anyway 我的意思重點是在 意大利1973年就 那時候還沒有所謂零工經濟 數位平台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立法要保障 畫出了一種類型在受募勞工跟獨立的承擡 理約勞動者之間 創造出第三種類型叫準重屬性 就是有經濟重屬關係的勞動者類型 很早就有 只是我們台灣對義大利比較不熟悉 事實上我 我這邊在寫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們又把加拿大 又把西班牙 他們也都有重屬性的 承擡勞動者的法定類型 後來義大利有兩步修法 2003年也修法 2015年再修就業法 Anyway 他們就不斷修法 那現在他們義大利現在正在討論是 2015年修改就業法以後呢 要不要再次修法 請注意你現在才三年不到 那再次修法就是針對零工經濟勞動者 要不要再修就業法 我們最後來看這個出入 那個應該只剩幾分鐘 德國工會聯盟主席召集了 在前兩年召集了學院專家 組成一個勞動的未來的委員會 他們提了一個勞動的未來的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就是要跟前面我們講的 德國聯邦政府勞動部提的 勞動4.0白皮書做對岸 他們要有一個不同於勞動部的對岸白皮書 那麼他們提的報告呢 就講應該要在數位科技的時代 要有新的勞動概念要發展 搭配各種努力呢保護這個勞動者 他們提出了保護勞動的4階段模式 我要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請容我再講 其實我至少看過超過20種 歐洲各國的學者或智庫 提出超過20種對於零工經濟勞動者 該怎麼保護的主張 這裡只是其中一種 因為這個講白話比較有名 引起的討論比較多 因為他是德國的工會聯邦他們 就是擺明了 就是要提出跟德國聯邦政府勞動部 那個勞動事業的一排提出 不一樣的看法 那麼四階段就是什麼 第一階段就是 事實上被認定為重屬性的受戶勞工 也就是說 行事上是自營作業者 事實上受單一雇主指揮 而且經濟有重屬關係 這個在德國就稱為虛假的自營作業者 PALSE PALSE 我們台灣這個就是叫做假成懶 假成懶真雇用 對不對 這個有人最喜歡講 那德國的用語 我不懂德文 我看很多德國學者 寫的英文文章他們講 德國用一道虛假的PALSE 自營作業者 那這個德國工會聯盟就認為 這一種應該視為重屬性的收穫勞工 第二種就是說 類似勞工就有經濟重屬 但是沒有人格重屬 那麼這一種應該 他們德國工會聯盟的報告書就認為 這一種就應該要適用德國勞動法裡面的 類似勞工的保護 那麼 譬如說 德國呢 他們就主張要修改團體協約法 一個零工經濟勞動者 如果他收入有25% 乃是單一定做人 這個就要把它視為類似勞工 那各位 我跟各位說這個25% 那剛才我講義大利西班牙 他們也都有門檻 譬如說 那個義大利會說是60% 西班牙會說50% 有不同 因為你經濟重屬一定要看幾層 那個門檻要定出來 那第三種 他說 勞動者個人的基本權利保護 就算沒有重屬關係 連經濟重屬都沒有 但是 所有勞動者要享有基本權利的保護規範 譬如說 他個人智慧產權的科技保護 因為你零工經濟你的工作成果 都是透過科技平台上傳 那這裡很可能會被那個盜取盜用 那還有個資的保護 還有就業平等的 譬如說禁止歧視的保護 最後一個 他們建議第四 就要個人勞務帳戶 就基本的社會保障 保險 比如說這個工會主張呢 要全面引入所謂攜帶式的 那種個人勞務帳戶 適用在所有的勞務者 就包括領工機勞務者 那讓他們有一些法定的一些年金保險 等等 這個大概是 我就報告到這邊 抱歉時間超過一些 超過的 抱歉 謝謝各位 這是我第一次中國完整的天井工經濟 這是我第一次中國完整的天井工經濟 雖然 這一兩年 大概這個議題 大概是不得乎是 有個勞工網學長這樣講 這樣說 在美國如果你要認定 他是勞工的嗎 很容易 基本上很容易 為什麼 因為 忠實你認定 是有勞工關係 你也沒有什麼保障 你也沒有什麼保障 所以 有認定就沒認定 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好 那回過頭來 剛剛 建合老師給大家的這些 這麼多的議題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可以來對話 剛剛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說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零工經濟的 我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然後就看到大家的問題 認為自己有使用過 不是從事 有使用過 這種的零工經濟的情緒手 咦 不多耶 不多 大概 應該 十分之一左右 好 好 那就開放吧 大家來討論 那我們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樣來 看看這個事情 來 1 2 好 先 先問一下 老師你好 那個 我有三個問題想要請教老師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的主題是所謂的 美工經濟的方面 那我想請問 這跟過去 我們台灣社會 所謂的 勞動合作社 有什麼 本質上的差別 就是 勞動合作社 就是以 一個 互助的形式 比方說我 承接一個案子 那我就拔下去問說 欸有誰要做這個案子 對 就是 偏向勞工之間 互助的形式 那想請問他 想請問說 這個 勞動合作的形式 跟我們現在從面臨的這個 平台經濟有什麼 形式上的區別 對 然後以及 一些 相關的問題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 我想 請問老師 就是 有 學者在 自營作業者的 認定上面 有提出 一個 觀點是 在於說 勞工 自願 承受 雇主 勞工自願 承受 企業經營的 風險的理論 就是 勞工在承受 風險的同時 也有 能夠經營 也具備 自由經營的機會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他認定做為 一個自營作業者 那我想請問 以這個觀點來看 對於我們 個人承攬 或是 平台經濟這方面 對於 勞工身份的理解 會不會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 對於這個理論怎麼想 然後第三個 我想請問老師的地方是 因為老師會不會剛好講到 平等的原則 對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要求 非典型 或者是一些 非典型老公應該要 要求與正直老公 有平等的待遇 包括 你試用期也是 一樣的道理 對然後我想請問說 在 個人承攬 當然 這個議題上面 非典型 呃 不是 那個 平等的概念 會不會需要重新受到檢視 因為 比方說 以部分工時為例子好了 因為部分工時的勞工 工作一週可能 不滿四十 就是四十個小時嗎 那基本上他工作一年的話 我們要把他跟正職的員工 一樣算作年資是一年嗎 這就是會是個議題 然後以及 包括你自營作業者 所要承受的 那個 就業的風險 因為就 就我 我知道的 我們台灣目前對於自營作業者沒有 就業保障這方面的 呃 保護 所以我想問說 老師對於 呃 個人承攬這部分 呃 平等方面 是不是需要重新做檢視 這樣子 對 謝謝 要不要先回答 可以 收寫 可以 再一個 再一個 不過你剛剛講的年資 是社會保險年資 還是他的 伏佣年資 社會保險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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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好 呃 我想請問的問題是說 呃 報告老師有沒有看過最新報告 整個在講 醫藥康顧的那個事情 那我想在那邊文章當中 就 我粗簡理解 是我看文章的感覺 跟你的報告裡面 兩者的困境 基本上完全都是一樣的 但是 不曉得你認為 他是不是所謂 他也可以符合所謂的 理工經濟 呃 康庫屬於 也是可以歸類的 理工經濟 然後再來是 假設他是的話 也是他跟你今天所講的 定義裡面 我至少可以 抓出幾個 比較不同的地方 比方說第一個他 台灣的康庫 還沒有到 我不曉得用這種 網路平台 但是比較常聽說 我都是說 私底下 各有相傳 或是直接就是 承南的那個 仲介公司 他還沒有到那個先進 到完全網路化 虛擬化 APP 再來是說 他也不符合你講的 就是說 他是非常零工 到沒有任何的門檻 就是 當然 康庫有很多等級 他用最低界 可以到路人獎 當然要什麼護佐 然後甚至要到註冊的護士 甚至是要很高階的護士 各種都有 所以他本身也會有很高的門檻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是說 完全無門檻 然後 再來是說 呃 在 報導者文章裡面也講到說 其實台灣目前的法院是判 在裡面有講的案例是說 在賠 就是判那個 呃 仲介公司要是屬於雇主 要做連帶賠償 所以等於就認定 法院認定說 他們兩個是 不是 呃 就是承擔關係 是僱傭關係 那我想如果這樣的判例 是也可以推廣他老師 今天在討論 民眾基督的這個問題上面嗎 謝謝 是那個 就先 因為我沒有看報導者 那個文章 只是如果 如果他並不是我今天所講的 運用數位平台 來做這一個勞動力的運用 那 這個應該就比較不是我今天討論的 但是 呃 即使不是零工經濟 那 他一樣 我們台灣勞動市長 很多 類似這種 勞動關係 和勞動者身份認定的難題 對 所以 呃 比如說 到底他是 是 三純的中介機構 或他實質上有 指揮監督 所以是 法院判定 他是這個 部署 要負法律責任 這個我想都是要判個案 那 只是我們台灣 就我了解 目前還沒有 我今天討論的 零工經濟的 勞動者 身份 跟勞動關係的判例 到現在還沒有 如果可以的話 等一下 會後你可以告訴我 回去再看報告什麼 議題 那 這位賢人講的三個議題 最後這個 就是部份公司這個 這個其實很明確 就依照愛的歐國教工組織的 部份公司 工作公約 他基本原則就是比例平等的原則 那包括社會保險的原資 就是說依照你的公司比例或公司比例來計算 你的年資 那包括你的公司的計算 也是要照 就部份公司勞工的公資 保險 都應該要依照 所謂可比較之正職勞工的 這個年資 公司來比例計算 那所謂可比較的就是 工作性質相好或相識 那所以用這個比例平等原則來看台灣 我們爭論最大的就是 基本工資的時薪 我們台灣原本在2012年以前 照勞動部的 部份公司勞工的 雇用的參考手冊 在2012年以前都是 部份公司勞工的 時薪制的部份公司勞工 他的基本工資時薪都是比例原則 基本工資的月薪 討論決定以後 再去用公司比例換算出 基本工資的時薪 在2012年以前 所以我們2012年以前 台灣是照 艾樂樂的部份公司公約 比例平等原則計算 誇探勞工的時薪 可是 2011年9月 就上一次的總統大選 兩個總統候選人互相開支票 打破了這一個比例平等原則 所以我們從2012年1月開始 勞動部悄悄的就修改那個 部份公司手冊 各位如果現在回去看 雇用部份公司勞工參考手冊 在工資那個部分 時薪制是部份公司勞工 他改成的要加乘計算 加乘 可是很奇怪的 月薪制日薪制卻是比例原則計算 我們台灣的部份公司勞工是 同樣是部份公司勞工 時薪制的就加一成 那今年基本公司審議完了以後 照推算應該明年開始 那個 部份公司勞工的時薪 照比例計算 會比同樣工作的政治勞工 大概說一成六 擴大了不平等 就同樣是他帶的勞工 然後比如說同一個便利商店 你是時薪的部份公司勞工 你是日薪或月薪 結果他的薪水計算不一樣 這怪 我們整個主流語論都只討論說 尤其政治人物 2011年9月就說 因為時薪制很多都學生 他們薪水很低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把它調到一點 保護他 給他多一些費用 那問題是 我的問題很簡單 那唯一唯一是part time 那是怎麼只保護時薪制 不保護日薪制、月薪制 也更不保護案件記錄制 只因為時薪制part time 勞工人多嗎 人多就是真理 100個part time 勞工第一年來 在勞動部的部份公司調查 都是有4分之3是死薪制 跟那剩下4分之1part time 他是日薪、月薪或案件記錄 難道他不需要保護嗎 我永遠懂不懂這個道理何在 回到你講的保險 我們也一樣這個問題 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那個part time 勞工 他投保、勞保、救保 他的投保薪資是多少錢 有三個等級嗎 就是說因為他的薪水 實際薪水都不到那個基本工資月薪 所以勞保局的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的備註欄 備註欄就會寫 那個未滿基本工資月薪者 111001、12005、13006來投保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回到你的問題 各位這個 他這樣投保以後 他的保險年資怎麼計算呢 請注意喔 我們的勞保條例 並沒有依照比例平等原則計算喔 所以 我上課都跟我的學員講 我上禮拜 我在學校有開機會保險的課 大學部 我就跟我的學員會說 你不是打工的嗎 有幾個女生去找 我說你知道嗎 你賺到了 為什麼 老師我賺到哪裡 因為你現在 你去打工 你一個禮拜譬如說你做兩天 可是依照我們現在的勞保條例或救保法 你做兩天都跟那個正職勞工的保險也是一樣 哇 有一個學生很高興 有一個女生就 啊 是這樣嗎 怎麼沒有感覺 我覺得 對 因為還太遙遠了 我說你沒有感覺嗎 你如果現在讀書大學四年你開始打工 你如果一直打工 你等於齁 等於像 如果一個禮拜是正職勞工的一般的打工時間 你等於做四年齁 你就有四年的保險年資 照比例原則你應該只有兩年 你賺到兩年的年資 我說喔 這個意思是說 我說我以後出了社會做正職工作 不用做那麼久就可以你年輕 就對 終於知道意思了 可是我接下來問我的學生說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他說老師 我覺得應該不合理 但有些欣然接受 你看我的學生 很能夠分出那個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 我說你回去給我好好想清楚 我下禮拜要期中考 我考這一題 你覺得 你覺得從整個社會的角度 社會發展角度來看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老師你講究什麼叫社會發展角度 不是說大家現在不是輿論 大家擔心勞保會不會入負付出 會有一天會完蛋嗎 所以如果你欣然接受 那你有沒有成為 詐理 不要叫詐理 就多理 勞保年金的一份子 就是 你覺得你不會該成為 勞保年金改革的被改革者 我說老師我怎麼是被改革者 我還非常激動 老師我不是被改革者 我是很誠實 我是手把的 我說不 所以我承認你手把手回去 但是這是我們的制度 在我看來是制度不合理 制度不合理 你各位請回去注意看 勞動部的部分公司 勞動部用手冊 他怎麼想保險這一塊 他是比例平等原則計算 沒有行 因為我們勞保條例沒有這樣行 好 我這樣不曉得有沒有回答 我認為應該要比例平等計算 好 你的合作社問題 我覺得這有太多不同了 第一 因為你剛才講到形式那樣不同 我覺得最大不同就是 儘管是合作社 他一樣是看得見的 互動 可是理工經濟是看不見的 所以他的風險來源大不同 合作社 第二個合作社他是受合作社法規範的 對不對 什麼叫規範就是說 參與勞動合作社的成員 他們基本上權力義務關係很明確 對不對 不會 這個這一點就跟零工經濟 比如說重包那種 叫一般使用條款 那個協議規則很不一樣 那 那當然最大不同一個合作社 這個是有合作社法規範 這個現在沒有什麼違反合理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你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有點忘了 你也忘了 自願承擔 是 是 那個 在我看來那個討論的焦點不一樣 焦點不大一樣 就是說 因為那個理論 我沒有深究的理論 可是我出現的理解 那個理論談的是經營風險致富 那經營風險 是不是等同於勞動與就業風險 可能有關 但是也可能不完全等同 我的意思是說 那一個理論不能完全來解釋 或有效分析 今天我們談的 理工基地勞動者面臨的各種的就業風險問題 來 這個 第二波 我就是看 就是 前面有提到那個 勞動詐欺的問題 就是 你付出勞動成果 那 需求者達到你的勞動成果 他可能 就是說按照那個契約 我可以 就是說 不給你報酬 或者給你付品 給你打折後報酬 anyway 那 看起來 我看起來我理解好像是說 這屬契約自由 就是 我簽了嘛 我同一個契約 所以 我就要接受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 這個 就是契約自由應該不是絕對自由 不可能就是說 這個契約這樣不合理 只要簽了 就 你就非得遵守不可 就是 理論上法律 我們應該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說 剛剛我們 提到說 這是一種 勞動力極致的商品化 對 就是 你說這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 我覺得看成商品化也很怪 就是 這比商品化還要惡劣啊 就是 你買東西也會付錢啊 就是 如果用 你商品化的 如果用商品化的角度來看 就是 他媽他買東西不付錢啊 對不對 就算是偷啊 對 只是他買東西不付錢嘛 這樣也很奇怪 然後說 就是我要簽訂一個契約 就是 就是 我對你商品不滿意 所以我可以不付錢 就是 那這樣的契約會有效嗎 這很奇怪嗎 這非常怪異的契約 就是 那 譬如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講理工經濟說 主要的 所以你強調說 主要是透過一個 數位的平台 媒合 然後有 就是 虛擬的受僱者 跟虛擬的被雇用的人 這個問題嘛 然後會容易想到這個問題 然後想到一個東西叫駕駕 你不知道有沒有家教 那不管 現在家教有很多 家教的媒合的網站 那家教媒合網站 你透過這個家媒合網站 然後你去了 比如學生的家裡 還沒去家教 嗯 不管這個家教網站是 抽成也好 Anyone 就是你的會員字也好 好 他透過這個賺錢 那 你去了學生家裡 然後 私交 我們說叫私交 然後說 就約定有什麼 私交費有沒有出來也好 Anyone 對 這樣哪5年前 你能怎麼樣 對阿 實際上能夠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 然後我們要去認定說 就是 家教網 用Google的方式認定說 家教網不用我嗎 就是也沒辦法這樣認定 對 家教有沒有在欠家教勞骨其餘 不可能 那你一定接不到 180這輩子都接不到 對 就是沒有嘛 家教要欠勞骨其餘很少 我相信非常少 對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法工詐欺的問題 那這樣在認定的時候 也 也是我和你說的 就是不管 就是anyway 他今天有透過教教網也好 那 有透過這個社會裡面的平台 那就否定定 沒有也好 一樣不太問題阿 今天 家長來學校 就是 譬如說我念 譬如說我念中文大學 他就來學校 我們系上說 我要請系伴幫我找 找學生來 來家教 然後你去了 你花時間 花錢 花消費 過去 教一教他覺得嗎 不爽 就覺得 不用了 不用了 他就錢也不用阿 你能怎麼樣 然後要自己輸送 沒辦法 沒契約阿 他翻譯不認人 這是在勞殺行嗎 那這樣的勞動者 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就是 我先是取加到這個例子 anyway 就是我是遊戲公也一樣 就是我如果是自營的遊戲公也一樣 我去 我去你家 洗遊戲 然後你跟我說 你就亂起 或者是 就是 不管有沒有 透過數位沒有平台 那這件事情 到底要有什麼處理 就是我如果是個遊戲公 他 就變成我是自營工作者 勒 對 我如果 我在 我在那個 不管什麼 沒有平台 接案也好 就是 那 在我禮拜 就是我自營工作者 然後我要自己幫我自己保羅網 然後我摔下來 然後我要 附上我自己的商務價錢 就是 我自己幫我自己家 那我還是沒錢阿 對 對 好 大概 這個 實力為我們允許 再多兩個 舉手一下 那就兩位啦 我們就簡單 來 我想問那個李老師 最後問 最後那個 提到的那個 德國工會 那個提到的那個 四個階段模式 第四個 那個就是 攜帶式的那個權利 那跟我們那個 國民年金 那個有 有 是類似的嘛 還是有 不到 來看看 請問一下 林工經濟 能不能確保 這個勞動者的那個福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最近那個 台北市勞工局長 戴湘林 被派遣員工上當 就是說從 台灣的勞動基礎發展 派遣業啊 就是在 解過這個勞基法 對勞工基本福利的保障 那 零工經濟如果不能確保 勞 勞動者在全球化的基礎福利 那發展新的學術理論 只是在騙起廣大的勞動力 就是說 以資本家來侵犯勞動者 像台灣的這個公股制度 也是用資本家來侵犯勞動者啊 他這個福利並沒有辦法落實 而且沒有辦法透過制度面啊 來對訴訟啊 直接 補償給勞幫 就都偏袒之方嘛 這整個是 這個理論跟實際運作的一面情形嘛 勞動者好像在全球化中 變成是最孤單的一個人 好 好來 這個 最後這位先生你講的我都同意 這個 這個就是現況啦 就是說 就沒有保護嘛 保護很不足啦 然後這位 紅衣服的先 你講的三點一 前面兩點我也都同意啦 實際上這個問題 你會覺得要往前方向 就是進居他這樣 就是 好像 沒有看到什麼 方向可以往前 就是我剛剛撿到最後 德國公會聯盟的那個 四階段保護模式 那個就是我認為我看了我剛剛講 我看了大概有20種主張 勞動保護 對零公經勞動者 20種保護主張 我覺得這個 德國公會聯盟的四階段保護模式比較完整 是可以去走的一個方向 好 那至於說家教那個案例 我在想那個應該不是零公經勢 但是 他確實 你剛剛講 家教那個 市交過程的 權益受損問題 我想那個就是 涉及 就業服務法跟勞基法的問題 因為這個有連應該要接受申訴案件 就我們勞基法現在沒有那個適用期規定 以前早期有 後來刪掉 刪掉適用期規定的原因就是說 勞基法剛出來的時候 結果了解 有適用期規定 所以導致有些雇主 就以適用期規定來 刻意的去減損適用期勞工的保護權利 所以後來勞基法就修法刪除 可是刪除以後呢 勞動部又有函視 又開後門 就說啊 勞固雙公還是可以約定 還是可以約定 只要不低於勞基法的 勞動條件規定就可以了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依現行勞基法規定 適用期或所謂家教的四交期 他都是受勞基法保護的 那這位白襯衫德先生 你講那個德國第四階段模式 他為什麼強調攜帶式權利 因為 我剛剛沒有講清楚 因為 零工基益勞動者 他是沒有固定地點 對不對 甚至有沒有固定的指揮監督的關係 都看個案 有的有的有的 可能沒有 所以因為不在固定工作地點 因為就是在那個平台 數位平台 所以他才建議要發展出這種 針對工作地點工作時間都固定的 零工基益勞動者 要有一個可攜帶式的個人勞務帳戶 所謂可攜帶式的勞務帳戶就是說 這個勞務帳戶是跟著你 零工基益勞動者個人造的 不管你到 你今天在A平台 或A A那個 A平台 或A那個 應用程式 找到一個工作 你在那邊拿到報酬 那你的保險要怎麼來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平台業者 應該要付一部分 不管你是不是被認定為 零工基益 還是要跟這個勞動者一樣 都要分擔一些保費 提撥到這個個人的 個人就是這個勞動者 他自己名字開的一個 政府幫他管理的一個帳戶 錢 保費提撥到那邊 然後如果有什麼 年輕人也提撥到那邊 他們現在討論的主要是 先從年金開始 因為他們認為 這一種零工基益勞動者 會越來越多 而且其中很多搞不好 是全職的自由作業者 所以他幾乎所有的收入 都是來自平台 零工經濟 那這時候他的年金在哪裡 要不要開始提撥 那他們希望未來 年金討論到一段都在 擴大到保險 個人的可攜帶是 概念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也有一個 就是心智勞退 也是個人帳戶 心智勞退 那只是說很多 我們學籍的朋友都說 那個不是真的推求金 大概是這樣 以上 好 我們先掌聲 謝謝楊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的確 我在閱讀一些 國外的資訊的時候 他認為說 這也許是未來 年輕人選擇的一個 就業的模式 那因為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 好好的去把它理清楚 當然這問題在台灣一定會 會有點重 我有一次在 在騎車的時候 就看到我旁邊有一個 他後面就載了一個箱子 就大概 不知道什麼樣的工作 他就手上 那個機車的那個 那個後照鏡 上面就有一個 手機 然後就開始在 衝很快 因為他後面的報告寫著 一小時到貨 一小時到貨 我很少使用這種 一小時到貨 二十小時到貨 因為我覺得 我的方便不能都建立在 別人的危險之上 這是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 那那這問題 我相信接下來 我們會面對 一來越多元 尤其是在科技發展 我又一次參加一個活動 有一個國際的公關幹部講說 我們必須要好好面對 因為它是一個全國 世界的總工會 他說我的旗下有銀行工會 跟這種通信業的工會 通信業的速度 發展速度 可能會傷及我銀行員的工會 這個工作的機會 所以我不必須要好好面對這個事情 今天就是大家好好面對這個事情的開始 不過剛剛 我剛剛稍微回應你的問題 我基本上我也非常支持 有關 說我一個年輕感的文會的委員 我非常支持說 用比例的方式 或者的話 對銀行體系裡面的 每一個人的 contribution 跟最後的收穫是不公平的 那請大家 低調器的年輕感 肯定要注意 我大膽預言 2024年要選總統 那一個人 會很痛苦的 因為他面對勞保 到底走得下去 走得下去 有窮盡 好 謝謝林先生老師 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借大家的掌聲 謝謝哲伍的志工團隊 好 我們在這裡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有哲伍 所以 那麼豐富的活動議題 請大家多帶一些朋友過來 尤其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好 下次多帶了 那哲伍有 工商服務嗎 就是 聯合國他們每年的 11月的第三個禮拜四 然後就是世界哲學日 那就是下禮拜的話 是16號 然後我們就是跟 台灣高中哲學教育 推訪協會 他們一起就是在這邊 然後也是來 談一些哲學議題 就是說國外 他們如何做一些 哲學實踐 那如果說下禮拜 服務 晚上大家有空的話 然後也可以一起來 這樣子 謝謝 好 這是哲伍的工商服務 那 然後這個工商服務 歡迎大家到 台灣勞工這件的 還有哲伍的 這個粉絲連專 粉專 阿算 我如果講 我真的講錯 粉專業網站 按讚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的活動 包括這間店 搓磚有書成目的咖啡 是一群MGO的夥伴 共同經營的 那上面有個獨立書店 歡迎大家 可以一起逛一逛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今天謝謝 謝謝